老街手机真是家不做穿家单一种 大家好,我是晚晚 最近很多老铁找晚晚购机师都在问 法显北这些便宜的iPhone到底有什么猫腻 小到几百块的苹果小八 大到5000块的14PM几乎都有人选 那便宜的卡贴机就真的值得考虑吗 先说结论值得,但也不值得 大家都知道卡贴机是要配合卡贴使用的 其他和正常的机器全部一模一样 大部分选择的原因也无非就两种 一个是因为超高的性价比 另一个就是价格方面 但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型号都值得选 就比如晚晚家的这两台XS 有所性299,无所性499 这种老型号的差价往往只有100到200的差价 占脱离了价格优势 所以这些老款型号可以直接选择无所的 然后就11到11Pro Max之间 从这些型号开始拉开了一定差距 特别是Pro系列机型最明显 至少有个400到500的差价 至于13到14PM之间差价就更夸张了 基本在1000往上走 特别是今年的14系列 对比官网之夜拉开了3000多的差价 现在晚晚在这台全新的10次PM举例子 上拿获6000 晚晚6199处 即便对比第三方各种卡贴 也有小2000多的差距 而且好消息是 因为有了2PE新解锁模式 基本实现插卡 其用不需要繁琐的解锁步骤 也不存在什么信号不好跳经活的情况了 以上这些有锁机的问题 都已经解决了90% 那么如果是你现在会考虑有锁机吗 在这些有锁机里的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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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机